这就是末日里穷人的现状 他们如楼一般拥挤在狭小幽闭的列车稳步 没有阳光也没有食物 只能靠着肮脏腥臭的蛋白块狗活着 就连最基本的人权都会被残忍剥削 用卑贱来形容他们已然是高估了 可富人却可以在干净奢华的车头醉生梦死 专属牙医搭配高级采访 闲暇时刻甚至还能美美地做个头发 而这种天堂与地狱的阶级差已经维持了17年之久 那时一场极寒席卷了全世界 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整个地球退化到了冰川时期 这直接导致全人类濒临灭绝 只有少部分的幸存者坐上了这辆装有涌动机引擎的列车 而车尾的穷人也是那时候因为没钱买票强行蹭上来的 所以为了生存 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对富人统治着 富人甚至还会像挑选富物一样 另期带走两个符合他们要求的孩子 但却从没解释过带去做些什么 可如果有人反抗的话 就会像眼前的男人一样被处于急刑 也就是在这种极端的压迫之下 濒临崩溃的穷人们试图发起一场叛乱 而我们的美国队长克总正是这场叛乱的领头人 他按照精神领袖吉姆的执意 从很早开始就秘密收集着铁头 试图用其来突破车厢的闸门 另外他们还有一名神秘的线人 会从前车厢利用蛋白块给他们偷偷传递情报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天警卫按照往常一样前来清点人数 眼看前方三道闸门同时开启 意识到东风已到的克总丢下蛋白块 表情坚毅地冲到了警卫跟前 他毫不犹豫地将枪口对准额头 并直接扣下了拦机 结果也如他所料 子弹在四年前的上一起叛乱中就已经用完了 早有准备的人们瞬间爆起 一把抬起铁桶就朝着闸门冲去 在成功将其卡住后 一拥而上的众人很快就将警卫制服 眼看只剩下最后一个大块头还在拼死反抗 吉姆跟一个精神小伙交代了两句 只见精神小伙脱掉外套 一个旋转跳跃后骑上了大块头的肩膀 接着扑丝就是一刀将其解决 并成功地拿到了监狱的钥匙 而这也是这次反叛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监狱里关押着列车的安防设计师南宫 他可以打开列车上所有的闸门 但他也有条件 那就是必须要带上他的女儿尤纳一起 因为尤纳似乎有着隔空感知的超能力 他能够提前感知到闸门另一边的情况 当南宫成功将第一扇闸门打开后 里面果然如他所料般空空如影 但他们却看到了窗户 也看到了他们这17年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阳光 可在阳光之下 依旧是一片死寂的冰雪末日 收拾好心情的众人继续前行 他们惊喜地发现这节车厢竟是负责生产蛋白块的 兴奋的众人连拿袋塞时 克总却见到了让他菊花一锦的一幕 原来他们吃了17年的蛋白块 原材料竟是数之不尽的蟑螂 差点没把胃吐出来的克总看着毫不知情的众人 决定隐藏这个残酷的真相 这时他又在一个蛋白块内发现了神秘线人的情报 线人告诉他下一个车厢是水源供给区 吉姆瞬间就意识到 只要控制了水源 哪怕不去车头 他们也能够占据绝对的上风了 可就当南宫准备破解闸门时 尤娜却眼神一变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南宫已经将门打开 一群头戴丝袜手马斧头的吃汉早已饥渴难耐 但众人也没在怕的 直肩网就完事了 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两方人马开始了一场叨叨见醒的贴身肉搏 但当列车即将驶过叶卡杰林那大桥时 所有人却默契地停止了打斗 因为这一刻代表着新年到来 其中一名吃汉给了克总一个甜美的微笑后 列车也随即驶出了大桥 克总反手就给他还了两斧头 这时列车的管家古仪又走了出来 他拿着大喇叭对着穷人们就是一顿巴巴 指责他们没有良心不懂感恩 与此同时 吃汉们集体带上了夜市椅 并关闭了车厢的灯光 而从没有见过阳光的穷人们并不知道 在大桥过后列车会经过一段长隧道 只是一瞬间 极致的黑暗席卷而来 穷人们则直接成了带载的羔羊 危机时刻 克总突然想起一个小男孩曾拿了一盒火柴 小男孩点燃火把后 在众人的期待声中迅速地朝着前车跑去 在一个个的接力传递中 代表希望的火光再次照亮了整个车厢 车厢内的局势瞬间逆转 乘胜追击的克总刚准备擒住管家 却看到他最铁的小兄弟被挟持 在大局还是小异的艰难抉择中 强忍悲痛的克总最终选择了大局为重 他成功抓住了管家 可小兄弟却也因此壮烈牺牲 事后 管家告诉了众人一个坏消息 他们试图用控制水源来作为要挟 根本就行不通了 因为列车的水源实际上就是来自车头 但管家也为了保密 愿意带他们前往车头 筋疲力尽的众人决定先暂时休整一番 到了晚上 精神领袖吉姆却试图建议克总就此为止 毕竟走到这里他们已经伤亡惨重 而前面的路却依旧未知 但克总不想放弃 也不愿意继续苟活着 他让其余众人留在这里休养 只带上了一小部分人继续前行 随后 在管家的带领下 众人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刷新他们认知的车厢 他们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果树种植区 密密麻麻的勤内冷藏室 形成了完整生态链的海底世界 甚至还尝到了每年限量供应的寿司 再配合着窗外依旧绝望的冰雪世界 这何尝不是一种极致的讽刺呢 继续往前 众人又来到了富人孩子的幼儿园 台上的女老师还在激情洋溢的上着课 可众人一听 却发现所谓的教育实际上就是疯狂洗脑 他告诉孩子们车尾的穷人是吃屎的臭臭 只有列车长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救星 看着孩子们兴奋的神情 克总却只感到浑身占领 这时 一鸣光头推着满满一车鸡蛋走了进来 这是给到所有人的新年祝福 就连车尾的穷人们也一视同仁 鸡蛋让紧张的氛围瞬间融洽 可克总却在他的鸡蛋内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这时 老师从篮子里掏出了一把机枪 车尾的光头也对着所有人疯狂扫射 反应过来的精神小伙一匕首将老师干掉 克总也趁机将管家制服 可突然 电视上却切换到了车尾的监控 他们的精神领袖吉姆被警卫当场枪决了 看到这一幕的克总崩溃了 但好在一位母亲一巴掌将他打醒 他的表情再次坚硬 报复性的一枪将管家抱头后 带着众人继续前行 在列车驶入一个圆形弯道时 身后的警卫隔着玻璃对着他们疯狂扫射 不甘示弱的克总也立马来击 在象征性的浪费了一缩子弹后 无可奈何的警卫只能继续朝着众人追去 终于 在一截桑拿车厢内 警卫成功赶上了众人 克总也被他击晕在地 在警卫即将给他最后一击时 精神小伙用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 趁此机会 南宫将警卫扑倒在地 及时清醒的克总狠狠一刀扎进了他的盲场 这才将他解决 这一战 众人死伤惨重 奄奄一息的黑人母亲 也用最后一口气祈求克总找到自己的孩子 现在 队伍只剩下克总和南宫妇女三人了 他们在穿过最后一个蹦迪车厢后 终于来到了车头 列车长就在这扇门的后面 可让克总崩溃的是 眼前固若金汤的大门却只能从内部开启 门外没有任何机关程序 就好像底层社会的人 永远无法打开上层社会的大门一样 克总绝望了 他点燃了或许是人类社会的最后一根烟 另一边的南宫这时却告诉他 他一定会将门打开 但不是车头的门 而是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原来他已经密切观察了十年 从大桥下飞机的残骸越来越清晰 到雪花的颜色越来越稀薄 现在的他十分确定地球正在慢慢回温 一边说着 他一边用秘密收集的工业废料自制了一个炸弹 可就在他将炸弹贴到门上时 车头的大门突然打开了 列车长的手下一枪击伤了南宫 并邀请克总进入了车头 终于 历经千辛万苦的克总见到了列车长 但列车长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凶神恶傻 反而一脸微笑地邀请他一起用餐 随即 他将列车上最大的秘密告诉了克总 原来穷人们每一次发起的反叛 都是他和吉姆共同策划的 他就是那个前车的神秘线人 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列车上的资源有限 但人口却在无限制地增长 为了让人口和食物空间达到平衡 也为了让列车能一直运行下去 他们用反叛和暴乱让穷人和富人自相残杀 并经历的控制反叛会在哪个车厢失败 多少人会因此丧命 而这一次原本的计划是到供水车厢截止 可谁曾想因为一盒火柴 导致反叛计划彻底脱离了控制 所以他才作为惩罚将吉姆枪举 听到这里 克总的整个世界观崩塌了 列车长接着又带他来到了涌动机前 告诉他自己已经老了 希望他能替代自己接管列车 在这样一番洗脑之下 克总的眼神逐渐涣散 也就在这时 门外赶来的富人们开始疯狂攻击着南宫 列车长的手下走出大门查看 却被尤奈一棒子打翻在底 接着 冲进车头的他试图向克总求救 可没想到克总却一把将他推开 这时 尤奈突然感应到地板下面有动静 他和克总合力撬开了地板 竟发现黑人母亲的孩子正在底下操作机器 列车长此时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列车的引擎确实是涌动的 但零不见不是 17年的不停运行之下 涌动机的部分配件早已消耗殆尽 所以他只能定期挑选身形吻合的孩童来进行替代 见到这残忍一幕的克总终于醒悟 他用手臂将齿轮卡住 强忍着剧痛将小男孩救了出来 并将仅剩的火柴交给了尤奈 尤奈来到门前点燃了炸弹 就在炸弹即将引爆的前一秒 克总和南宫用身体将尤奈和男孩护住 巨烈的爆炸引起了雪冬 整辆列车在一瞬间就被积雪掀翻 最终地球上仅剩的人类全部遇难 唯有尤奈和男孩活了下来 而在故事的最后 尤奈牵着男孩走出了车厢 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 地头北极熊出现在了山顶 而这也预示着生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